大家好,现在呢,咱们夏季养生啊,有很多朋友呢,都跃跃欲试,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就说了,说是,如果这个睡眠不规律,但是我睡眠挺充足的,对健康还有没有影响?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,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呢,是11点睡,明天早晨7点起,明天晚上呢,我就打算让1点睡,然后我早晨9点起 大家想一想,都是睡了几个小时,8个小时吧,但是这8个小时,你们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,我们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做过这样的实验,然后他呢,晚上呢,因为赶制一些工作,他第二天早晨呢,到第二天早晨,然后白天呢,他就睡得可能比晚上睡的时间还长,可是他睡醒,睡起来之后呢,觉得是浑身酸痛,为什么?他肯定对健康没力吗? 而且这样子的睡觉,比如说从11点到早晨7点起床,是8个小时,那么从1点到早晨9点起床,这肯定有熬夜了吗? 1点钟睡觉到早晨9点钟起床,那你的熬夜是肯定了,对吧?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,为什么这样子睡呢,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,而且呢,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弊病 第一个,我们讲究的是晚上11点之前最好入睡,那么在9点到11点的时候,我们刚好是三胶筋在活动 这个三胶筋呢,就是我们整个淋巴系统在排泄的时候,所以您只有充足的睡眠才能使你的抵抗力充分的强壮起来 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就是我们最好的医生了,你没有抵抗力,你怎么去抵制那些病呢? 那么你不睡觉,哪来免疫力呢? 那么你就说了,我11点睡好,11点到1点是胆筋,1点到3点是肝筋 那你这个时间睡了,你的肝胆肯定好了,你肯定是脾气呢,也不是像你熬夜时候的脾气大 那么你1点钟睡觉,1点钟睡觉,11点到1点,你的胆筋就没有休息好,那你将来胆结实了,可能性就会有了 那虽然你从1点到3点睡了,你的肝是痒了痒,但是3点到5点是肺,5点到7点是大肠,7点到9点我们又是胃 所以说你7点到9点是你的胃筋在活动,你的胃开始蠕动了,你还在那儿呼呼的睡,你怎么能睡着呢? 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,是迷走神经要兴奋,那你的胃在那个地方活动,你的迷走神经就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那你将来就可能会有胃亏痒了,所以每一个时间段的要求,是要求你去睡觉,还是要求你去吃饭 那么我们9点到11点,又是脾筋,脾主运化的,它已经开始在人体运化这些输送营养的时候 你若还在睡觉的话,你想一想,你也睡不好,那你起来肯定不舒服 那么到了中午,我们又是心经了,心经该干什么了?我们又该睡午觉了吧 午觉要休息,所以这些每一个脏气当令的时候,就要让它充分的休息 如果你老是这样透支健康的话,没有很好的规律睡眠 虽然你睡得多,但是你没有得到很好的深度睡眠 你的五脏六腑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那肯定是会有病的,或者这些病的很快就会找上你 好,谢谢大家 好,谢谢大家 好,谢谢大家